前海機會董事長鄭文燦涉嫌貪污一案 後來是在他的住所主臥的暗櫃裡面 搜出了六百七十八萬元的現鈔 而調查期間鄭文燦變稱不知道 廖俊松帶來的黑色手提袋內 裝有五百萬元的匯款 而檢方實測這重量多達五點五三公斤 又刻意裝在比較小的袋子裡面 不可能不清楚這裡面裝的是現金 直接打臉了鄭文燦的說辭 前海機會董事長鄭文燦涉嫌收賄遭到起訴 今年七月搜索鄭文燦家時 還意外發現案外案 檢方在他台北市住家中的主臥室 隱藏案櫃內發現兩個上所的保冷袋 裡頭藏有六百七十八萬五千元的現金 檢警也將另案偵辦財產來源不明罪 檢調調查廖姓父子在2017年9月 曾經將裝有五百萬現金的黑色提袋 還帶到了鄭文燦在桃園的館底 兩人以簡單的對談完成賄賂 而他們的交易手法也曝光 檢調指出楊兆齡錯五百萬元 透過廖俊松送給鄭文燦 並在2017年9月提著裝有五百萬現金的黑色提袋 來到鄭文燦的館底 會談期間 廖俊松以口刑與手勢比出五 適宜現金的金額 而鄭文燦則回應知啦知啦 廖俊松便把錢塞在桌子底下隨後離去 而當時鄭文燦在知道廖俊松被監聽後 竟然還跟廖俊松的兒子廖俊廷說 你爸爸嘴巴很大 最後因為擔心自己遭到波及 決定退還張款 整辦過程中 雖然鄭文燦失口否認 不知道裡頭有五百萬元 但檢調一查 廖俊廷廷稱 當時交付的金額是以每十萬元為一捆 再以銀行走分紙抄帶捆綁 最後用牛皮紙袋包裝後放入手提袋 但鄭文燦在交付款項 卻是以橡皮筋捆綁後 直接放在手提袋內 一打開就能看見現金 退還鈔票的捆綁方式 跟廖俊松交付時明顯不同 證明鄭文燦根本就知道 手提袋內就是現金 遭檢方打臉 案件如火如荼進行 鄭文燦想脫罪 恐怕沒這麼容易 謝謝綜合報導